總共大概如果你先可以先從雙數題 所以一類的話就有五題 五題的話那九類就有四十五題 四十五題的話你這學期全部把它練熟 那你在Python應該功力已經差不多了 你說該有的基本的能力應該都有 剩下就是你要去怎麼延伸出去 不過我是覺得這個正常考試題 比較不足的地方就是說他沒有資料庫 OK然後他沒有網路上撈資料的部分 所以那部分其實我們可以自己再延伸出去 再補充一下 也就是說這九類題就是你基本功打好之後的話 你後面要延伸才有比較容易一些 不然的話 如果說你這些基本功都沒有把它打好基礎的話 你要延伸出去恐怕就是一個比較困難的事情 像 所以之前有同學學的比較辛苦 就是因為基本功夫都沒打好 所以常常程式只要有一點點錯誤後面就卡住了 像這種程式說真的 最難的地方就是一定要完美 完美就是要100分 差一個地方喔 哪怕是一個刮鬍 哪怕是一個雙引號 少一個都不行 一個空白也不行 那點喔你不能說用那個逗點 他沒有他要完全正確 而且資料型態呢要是正確的 如果資料型態錯也不行 所以你變成說你要每一題每一題都非常紮實喔 程式是不能隨便的 而且他沒有 沒有什麼人情味的 錯了就錯了 而且喔 剛剛打打完之後你應該發現下方會有很多錯誤訊息 所以你要慢慢習慣 看到錯誤訊息就要知道你到底哪裡錯 OK喔 我想應該剛剛同學 沒那麼順吧 下面應該都會跳一些有的沒的 好啊你要看懂那商的訊息喔 你看懂那訊息就表示說你哪邊錯他會告訴你 而且他會告訴你哪一行 的什麼地方錯 你就要懂得去修正 錯 程式寫錯是很常見的 不可能說有人說程式寫完完全不錯的 噢那真是神 不可能啊我也常常一直接錯了 錯沒辦法改就好了嘛 所以呢你要懂得如何出錯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104題 而且雙數題原型面積計算 那計算部分的話呢裡面就是計算什麼 計算那個 原型的面積 還有周長 乾脆直接這邊 把Keyword把它換的顏色 我覺得他這個題 他那個題目設計有時候就是讓 光閱讀他的題目就閱讀半天 所以 比較沒有太 不過我是覺得就是說反正你熟悉之後大概知道 關鍵就是說呢他撰寫一個程式 當你輸入一個圓的半徑 所以是半徑 然後呢他怎麼樣呢 並加以計算此緣之面積 所以要得到什麼得到面積 跟他的周長 那面積有面積的公式 周長周長的公式 然後呢要必須也列印出他的半徑 他周長跟他的面積 那這邊有個提示就是說你必須要imput這個東西 那imput mass 特別注意這個一定要做 為什麼因為我們需要得到π 那π的話就是3.14159後面一串 對但是我要精確的 你不要給我什麼3.14那不精確 所以呢怎麼辦呢你就要 你就要懂得 引用 mass 因為π這個 π這個屬性 是放在哪裡呢 放在 mass 裡面 mass這個外部的類別裡面 所以你必須把他引用進來 引用的方法特別重要 以後呢如果有一些東西沒有內建在python裡面 你就要懂得如何去把imput進來 那imput的話指的是他已經裝了 但是還沒有幫你呼叫進來 你要自己把他呼叫 另外還有一種是 他根本沒裝 你要自己懂得把他從外部 裝到python裡面 所以後面會講到啦 有一些東西他沒有裝 你要懂得把那個 外部的外掛 像我們後面會提到 如何抓網路資料 像request beautifulship這種 都要把他外掛進來 Jungle其實我們上學期 提過的蠻多的 不過 簡單就是把什麼 mass這個裡面 引用mass.py 的這個屬性 那再來的話呢 輸出要小數點的第二位 所以關鍵的地方也許 考試的時候他 會發一個 紙本的試卷給你啦 所以也許你就帶一個紅筆吧 那個重點圈一圈 然後開始 不過好像我記得 其實 試卷發下來 其實你已經知道題目是什麼 你已經知道該怎麼做了 根本 也不太會看這些題目 因為你已經知道要做什麼 就開始做了 都會很直覺的 所以其實要考過 就已經練得非常熟練了 我覺得他這個 重點他不是在考你思考 我發現他在考你熟練了 好像比較偏重在就是 目前台灣職場上需要 就是你要直覺會 比較不是上學術研究 還要想寫生論題 沒有啦 就不用不用去想 反正做出他要的結果 而且要一模一樣就對了 所以特別注意 這邊有個範例輸入 關鍵就輸入 也就是說你要輸入這個 假設輸入10 他希望輸出什麼 輸出是這樣子 所以我已經這邊有寫好一個 假如說我這邊建 我剛剛是另外額外建一個專案 叫TQG Plus 然後在Source裡面新增那個 應該這個前面講過 所以我就沒有再講 在這裡面建Module 那Module名稱的話 也就是A102 A104 一些類推 一題一題的 把它輸入上去 那比如說A104 假設我這邊已經輸入好了 我先demo給各位看一下 裡面的話程式只有五行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我輸入 所以特別注意這個 針對考試 如果我們是針對考試 輸入10 所以我輸入10 看看 Enter 如果可以顯示出下方 這些結果的話 那你就得分了 看一下有沒有一模一樣 看起來好像就一模一樣 有沒有 這邊的話 要長的跟這邊要一模一樣 那你就可以拿到10分了 另外還有一點特別注意 其實我剛開始接這個 一直發生錯誤 奇怪怎麼一直都沒有平到滿分 後來我才發現原來 他有個地方 我忽略了 就是 平常都不會注意的 空白 他插一個空白都不行 因為他是做比對的 反正你就要一模一樣就對了 OK 後來發現空白加上就達得分了 其實沒有那麼困難 那另外的話底下還有輸入2 輸入什麼呢 輸再執行一次 輸入那個2.5 Enter 他會怎麼樣 輸出下面這個 有沒有 2點 然後這邊中間都有空白 19.64 所以 基本上呢 其實他就是一個輸入 一個輸出 那如果你Match到這樣的結果的話 那表示你就拿到分數了 那只是說呢 要怎麼樣去做完這一滴 首先第一個 我們一定要先做什麼 跟前面一樣 就是呢 我們 把這邊 假如說 第一個一定是先Import 特別說 你要Import的話就打一個 Import 不過Eclipse蠻貼心 你打個I有沒有 他Import就出來了 Import打個Mass 意思就是說 我要使用到那個 Mass裡面的Pi 所以你打個Mass點Pi 他就會去引用 3.1415有圓周率了 你就不用去特別去背出圓周率 他就會自動把你 從電腦裡面去抓出最精確的圓周率了 他小數點可能到 20位 30位 都會自動抓過來 完全是正確的 Mass 接下來要讓他輸入什麼 輸入像2.5 所以你必須怎麼樣 怎麼樣讓他輸入一個 跟剛剛一樣 Input 然後並且把他的外面的那個雙引號拿掉 所以呢 用一個E-Value 加在外面 再來的話呢 我們需要什麼 需要這一些 什麼呢 半徑 OK 所以呢 半徑要輸入之後 取到小數點第二位 所以你就怎麼樣 在這邊打一個Print Enter一下 然後Print之後的話 後面就雙引號 因為我要看到什麼 看到這個 所以其實你就怎麼樣 未來好像沒辦法複製 所以假設我們已經知道了 你就照著打就對了 記得大小寫那些字不要打錯 而且空白一定要加 後面的話在什麼 串接 逗點 或者你用加號也可以 串接 串接 就是後面那個變數 你可以用加號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就逗點 逗點的話 他會自動幫你加個空白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逗點的方式 然後把什麼 把這個R放進來 可是如果你現在輸出的話 他會變成說 他的格式 會不會跟我們要的一樣呢 比如說我今天2.5好了 Enter 你會發現輸出就2.5 然後他是2.50 對不對 所以你必須針對這個R去做什麼 做格式化 那格式化怎麼格式化 我剛剛講過 如果你可以直接把這個放在大瓜壺 就是我要格式化的位置 就是剛好輸出的位置 那前面的話有個空白 你可能要跟他 其實就是照什麼呢 這個就是照這個方式 後面的東西就是你要格式化的東西 然後大瓜壺冒號 那渠道小順的第二位就是什麼 點2 F對不對 然後後面的話呢就是怎麼樣 把那個這個東西做格式化 所以後面點什麼 點Format 有沒有 然後牽掛 那再來怎麼樣 把你要格式化的資料給他 就是這個R 這樣的話呢 有沒有 就是把這個資料 裡面的R 幫你把它放到這個裡面 幫你格式化 那他就會自動幫你把這個R 本來是2.5嘛 他就變成渠道小路線的第二位 但如果沒有他就幫你補個0 所以這邊的話呢 把它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呢 這邊呢 他就會自動輸出 2.5 Enter 2.50 那其他的部分的話 請各位先試一下 那至於就是說他的這個 周長的公式 他這邊有講 他的公式好像 周長的公式 他這裡面有沒有講 周長的公式 是什麼呢 Pi 對 乘以半徑的半徑嗎 2π 對 2π 所以 面積的部分 我想 請各位先試一下 不過這邊他沒有講到公式 那你可能要自己先預先查過 理論上應該他 要稍微提供一下這個公式 OK 底下有沒有 底下沒有 所以你可能要先把公式稍微了解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好 感谢观看